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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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但是你逃避了 是不是又觉得自己对不起他 又内疚 觉得不陪他 那你偶然再去看看他 偶然看看他 给他买点东西啊 或者什么 然后觉得说说说 又受不了 赶紧再跑 跑了会出去 新鲜空气 然后把自己瞧好了 再回去 就这么对 那怎么样 你自己在修定律 修慈悲心 然后呢 最后破了佛像 破了魔像 你空了 就啥像也能成熟了 心中有魔像 所以魔来了 你还受不了了 我觉得我最崩溃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发现我跟他一样 你是他女儿 肯定很像了 就是那种 我也不想认输 不 你之间不一样 找到就差不多 喜气也可能和笑 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把父母的喜气传承上了 但是 之间不一样 你现在知道你的之间不一样 因为 你就你这个 因为你妈是个大母丹花 你就是个小母丹花 是吧 这很像嘛 你妈如果是个大菊花 你就是小菊花 是吧 你妈是个大菊花 你就是小菊花 这肯定很像 但是指导的思想不一样 那就完全结果不一样 一次用释迦牟的思想 指导这个大母丹 指导这个小母丹花的 这个小母丹就结束佛国了 指导思想不一样 不怕的 其他一样不怕的 因为它直接迟早会变 喜气也一样 怕啥 都是左撇子 怕啥 都是左撇子 都是这样的 说话声音也一样 口吻也 喜气也一样 甚至认知角度有时候都 不自觉的往那块就不怕 放得直接在上面 也是怕自己变成它 不喜欢 不喜欢自己 其实很多的孩子都不太喜欢自己变成父母的样子 我发现都不喜欢自己变成父母 但是我们坐在那儿 我们就是父亲母血 分析出来的一堆细胞 其实就是一个一个裂变 堆砌出来的 然后按照父母 按照我们的认知 然后进了个六入 野耳鼻舌声音 就是一堆细胞 然后长成这个样子 排声 然后有个野入耳入鼻入 里边缠染了自己的认知角度 其实你堆砌的这一个东西 这就是父母的习气 父母的东西都在你的每个细胞里边 缺新的信息都有 我们虽然你不想变成它 它就在你这 你只能改变你的认知角度 然后建立你的新的系统 在这个里边建立一个新的认知系统 慢慢他们就被你堵 尤其是身边的这里边的东西 并你转并你堵 腹筋母学 都转了腹筋母学 你就容易堵你妈你爸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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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